坐起身来,从床头柜那儿取过手机,她没有任何犹豫拨通傅锦红的电话,然而电话响起的是一个温柔职业又机械的女生。 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 她定了一下神,随即拨通了程锡芝的电话,这回通是通了,但是很久都没人接。 她在回避什么呢?是傅锦红跟她说了什么吗?程翘翘应该还没有走,她一定知道傅锦红和程锡芝去了哪里,我要去问她,不管怎么样,我今天晚上一定要见到傅锦红。 房门这是被陶乐乐从外头推开来。 奶奶,你做什么?我要去找傅锦红,我有话跟她说。 你等一下,奶奶,你等一下,你知道傅锦红现在在哪儿吗?你就去找她。 我,你听我的,你先把这碗面吃了,我带你去找傅锦红,不然现在就是你知道她在哪儿,你怎么过去呢? 江千南最终向她妥协了,乖乖地把那碗骨汤面喝了个一干二净,逃落了也像承诺的那般,开车把她载到了京都人民医院。 而此刻的傅锦红正躺在VIP病房里书页呢。 瞧瞧,你的这张嘴真是的。 你能到这里来,说明你心里还想着锦红。 我这边手上还有很多事,就先走了。 你有什么事就去忙吧,今天晚上我守在这里。 好,涛涛,你跟我一起回去。 我要守着奶奶,她一个人在这儿,我不放心。 承袭之心想,说小桃桃傻,有时候她还生气呢,真是傻到家了,这时候轮得到她吗?